大家好我是朋友的厨 今天去买了半只鸡花了38块钱 打算先想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三杯鸡 首先把它清洗干净 这里面的这些血块一定要给它清洗掉 洗好过后先把脖子切掉 这脖子的皮跟这个淋巴一定要削掉 然后展成小块备用 还有肚子上这块鸡胸肉 朋友们这个鸡胸肉吃起来比较柴 所以我们留着晚上烤着吃 接着直接展些小块备用 准备一些老姜漆片 摘一些九层塔的叶子 这个九层塔是做三杯鸡的灵魂 它的香味真的非常的独特 但是这个市场上很难买得到 我们这个都是在网上买的 还挺新鲜 朋友们做三杯鸡主要就是用到这些食材 九层塔 鸡肉 蒜粒 姜片 喜欢吃辣的可以来一点这种红椒块 三杯主要就是纸酱油 黑芒油跟米酒 锅中倒食用油 煎鸡肉的时候尽量比泡下 朋友们全程一定要中火煎 把这个鸡肉的表面煎成那种焦黄色 里面全是金黄可以翻面 煎鸡肉 煎鸡肉 每天正是中火煎了七分钟的状态 像这样子四周都是这种金黄色的就可以了 煎鸡肉 然后把鸡肉夹起来备用 下锅里面倒50克黑麻油 油热过后下入蒜蜜将盆炒下来 闻到香味以后下入鸡块 加入胡椒块 没有50克酱油 80克米酒 盖上盖子中小火焖10分钟 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个米酒吃前会有酒精味 因为它长期这样子煮的话 它已经会挥发了 所以小矮子都可以吃 5分钟过后加入一勺白糖 中和一下口感 然后稍微用筷子翻动一下 这样做的三杯鸡真的是连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继续盖上盖子焖5分钟 最后放上酒餐糖 然后盖上盖子 关火的状态 给它焖个30秒就可以了 让这个砂锅的余温 把这个酒餐糖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在这道三杯鸡之前跟我老公去饭店吃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大份 就要98块钱一份 最近这几天全州有点降温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准备吃烤肉 就是我们平时家里面喜欢吃的一些菜 牛肉五花肉 生菜 还有虾和一些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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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对对对 合起来 嗯 老大你吃饭吧 妈妈 嗯 为什么这个骨头要用汤吗 这个骨头要用骨牙关汤的氧化 变为爆炭 好 还有吗 好 哦 来了我 我先老大 我先老大伯了 大伯 嗯 嗯 很厉害 嗯 对对对 好了 一盏 一盏 一盏烤肉吃透了 一盏 一盏 是吗 嗯 好小的我才可以 刷油啊 太危险 你想摆烤肉 好小的可以吗 小大的可以 这个危险的事情就交给爸爸 爸爸淋来的 是不是 这个口吗可以吃 口吗 咪咪 咪咪 吃了 咪咪 妈妈 谢谢妈妈 你让我直接吃菜 你直接吃菜哦 肉还没好了 那不要浪费啊 等肉好了再帮肉吃呗 帮吃菜多可怜啊 不可怜啊 这种菜多一样啊 这种消货啊 好吧好吧 这是什么吧 这是什么 虾 虾出了 这边是虾 阿姨 阿姨 虾 虾 妈 这边虾好了 我们的小包 你都是先把肉吃完 然后最后一口吃菜 知道吗 不对 我先把这一口先把肉给吃了 然后第二口先把这个菜的素叶给吃了 然后再把菜的梗给吃了 所以这个梗是很脆的 还有顺序 哈哈 看来吃菜包肉很有经验吧 哈哈哈 哈哈 拜拜